大家好 各位早晨 欢迎各位收听今晚HowTinLive的直播节目 第一件事就是公布今晚最先进来的几位听众 让我开开 因为我卡了图 第一位是Jolie Chang 第二位是珍宝珠 第三位是Raymond Yuen 第四位是Hero Shao 和第五位是Keith Lam 恭喜各位 今次Hero Shao 不是 他也拿到了 Hero Shao也有 我以为他拿不到 但愿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应 在这个星期 是常与刚才的五位听众常在 Hero Shao也很厉害 他说他那边凌晨三点 他这样都可以 他这样都可以拿到头五位 真是厉害 真是很疯狂 Hero Shao 神经病也有 那恭喜他 今天晚上 我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来做 因为之前我用了 我忘了从哪里拿回来的 但我想可能已经不成功了 网站或者YouTube改了某些东西 总之已经弄到不成功了 所以我就研究 其实没有真的研究 我只不过在刚才临开始之前 我突然想起 不是啊 我还没弄回那个 chat room 已经过了两三个星期了 新年也过了 还没弄 所以刚才我趕快去弄一下 那让我想 找到原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做 我现在就这样 我可以展示那个... 因为那个checkroom的windows 是可以single out的拿出来的 现在我是在展示那个windows 但是我之前也不知道 原来OBS有个function 是可以做到跟后面的背景变成透明 那也不错,因为原本是这样的 我不喜欢他遮掩女神的样子 但是原来是可以做到透明的样子 这样好很多,不可以挡住女神的样子 这样好很多,这样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是其实你现在看这个,它不只是字 它是我的windows 例如如果我想single out之前有什么 那你就会看到我single out 但是真的可以,没什么所谓 没什么人计较而已 欢迎各位 我看到有珍宝珠 Herozawa叛徒 Yan Kin Wong 他说睡不着 终于难得有机会听live 不用听录播 恭喜你 睡不着 我想这位听众应该不在香港 因为现在是香港时间的下午 可能他是住北美 或者是住东岸 睡觉 我猜而已 Syan Chan说 刚刚看完NBA All-Star Saturday 星期六的All-Star Game 就是有得听烤天 以前我也有看All-Star的 但是已经很多年没看 其实我一向都不是特别喜欢看All-Star的 因为我觉得那些表演赛是假打的 有时候他的表演是好看的 射三分 又或者入津那些比赛 但是其实 例如入津那些比赛 我觉得已经是很多年 是不太好看的 其实是 例如跟以前看Fins Carter 那些 差很远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些人的弹跳力 是很厉害的 其实是 但是Fins Carter他是特别的 但是不能这样比赛 任何人跟他比赛是不行的 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 现在人的体能 弹跳力 应该是普遍来说是比以前更厉害的 但是 现在很多时候 入津那些比赛 就是那些人搞的那些 花神 就是不太好看的 例如 就是跳过一个人的那些 但是很多时候的动作 他都不是真的跳过一个人的 就是 就是他是 按住个人的那样 看过去 那样 就是我觉得 你跳过一个人就跳过一个人 因为你不可以按住个人跳过去 我觉得这样 就是没什么意思的 我觉得 所以我已经不太好看那些 但是其实普遍 普遍 我都很少看NBA 现在 就是 夫人 就是他经常都笑我 我经常就 会去看那些比赛 就是人家打完 然后我又去看 就是赛果 但是那场 游戏我根本上就是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可能 年纪大了 还有就是我觉得 现在的那些 蓝球 跟以前是 不同了 现在好像很容易入分 那样 又可能那些人 厉害了 我不知道 又或者那些赛例 就是他改了 那样 我不知道 但是总之就是 现在我就 不是很享受看NBA 那样 好不过 Anyway 那就是今晚 是烧天Live 来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会讲一些 宗教的话题 那有本书 我本来就是 我希望今天可以看完的 那我就miss了 我看不及 因为我刚才走了 睡觉 睡了两个小时 浪费了些时间 我看不及 差一点 所以 说不了 那下次先 OK 下次先 又未必下次 可能过两个星期 我不知道 因为下个星期 我有点想说 烤天戴 疑似会是烤天戴 还有 如果是烤天戴的话 我就考虑 就是我会 我考虑会是用烤天 带 就是用烤天 Flex 就是说电影那边 来直播 因为现在我无论 什么节目直播 我都用烤天Live 这边 但是之前 就有些 我想是一些 只是听我说电影 不听烤天Live的那些人 就是他就 他就说 为什么我看不到直播 这样 因为我想他没有 订阅这边 所以他就不知道 那我想 那也好 应该 说电影在那边 Live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那个礼拜 我是说电影的话 可能我在烤天Live 这边 就出个 Message 告诉你 我会在烤天戴那边 你有兴趣就订阅那边 那你就 听那边 OK 不过我也不知道 其实你也知道我是乱来的 有时其实我根本没有计划 例如 在开始节目之前那半个小时 我才决定究竟是烤天Live 还是烤天大 很多时候其实很practical 只不过就是 那个星期 就是一直在等 烤天Live 有什么要讲呢 一直没等到 有idea 随便吧 烤天大 很多时候其实是这样 没有计划的 所以 刚才我说的那些 有可能完全是废话 好吧 不过 anyway 首先 刚才我在那些 新闻 新闻 看见 对华援助 新闻网 有一个新闻 提到湖北省 说 政府 对一些 基督教活动场所 他的意思 我想是 没有很多场所 但是主要是指教会 对吧 无论是 正式的教会 或者是地下教会 他对那些 教会 或者是基督教场所 开展 一些 检查 就是去查 他有没有 非法的宗教出版物 就说 是会 不定期的 查 还有 有可能 是会常态化的 查 所以 不是说 一段时间 这样 不是短时间 例如这个要 查密一点 而是长期 都这样 他的意思是 这样 他说这些安排 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 那些 我们这样做是 合情合理又合法的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当然 他那些就是 恶法 但是他说 我这样做是 合法的 这样 他就查他们那些 非法的宗教出版物 又或者一些影像祭品 又或者一些宣传品 OK 就是会检查他们的 其中的重点就是 包括一些教会 或者教堂里面的 一些神学书籍 又或者教会期刊 就是会检查他们 这样的 他说 就是会有 遗期半个月 但是 可能是会 extend的 可能将来都会 继续做 这样的 可能看他们的 mood 就是整天都是变的 这些这样的 OK 这个就令我想起 如果是这样 其实说不定 其实我们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是 我不是说 那些 什么 圣经 又或者 就是 数荣治的那些书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在说 那些 敌党全能神 遭 惩罚的典型事例 就是那些 这样的 那些这样的书 就肯定是非法的 我相信是 是吧 所以呢 其实 我们也很幸福 或者我们看了这么多 说不定在 大陆里面的 那些 全能神教徒 其实他们也 没有机会 可以像我们 看到这么多 全能神的 书籍 其实是 是吧 所以 因应这一宗的新闻 今天我们就特别 是吧 说一说 说一篇 那些全能神鬼股 我特意 选择了一个 湖北省 是吧 因为刚才的新闻 是关于湖北省的教会 是吧 这个是湖北省的全能神鬼股 这里 就是有一个姓周的男人 他就是40岁 他是安息日会的工人 他在1998年9月3日的时候 他回那间教会的派别 有人接受了全能神的福音 然后他就跟一些教会领袖 去搞事 并且说一些说话 就是洩毒全能神 和洩毒东方闪电的教会 然后在1998年9月17日 过了十多天的日子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 有人向他传 东方闪电的福音 他不接受也算了 他还在聚会里说 我是分别 彼子和麦子 不是 拜子 一个字怎么读 自旦 OK 应该是拜的 拜 拜子和麦子 这样 大哥 人家当然不接受你的福音 我觉得全能神的东方闪电的东方闪电 其实他都很霸道 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骂人的 就是说 有人来 搞事 然后我向他传福音 他不接受 大哥当然是不接受 你不是 你瘋了 你瘋了 你直接玩东方闪电 你知道人家是反你的 然后你还跟人传福音 你都应该要预议他不会接受 不过 然后 去到1999年春天的时候 过了大概 半年 四五个月 他就跟他的派别 另外几个人 搞事 周围 他搞到去四川 他在四川那边 就是左蓝那边的人 接受我们的福音 在四川回来之后 他就瘋了 在2000年7月的时候 他把他老婆和他老母 赶出家门 他就骂他们 说他们是污蔽的 他自己就是要做一个圣洁的人 这样主耶稣才会接受他 就好像要 实现 分别为圣 不可以跟污蔽的人一起住 所以把他老婆和他妈妈 赶出家 然后在2000年 5月的时候 已经过了两年了 过了两年之后 有一些 全东方闪电福音的 弟兄去看他 看到他 他整个人远远远远远远 站也不行 坐也不行 是吧 只能躺在 床上 他以前那些事 他都记得 但是他说不想见任何人 因为一见其他人他就会死 所以他就常常留在家里面 是吧 是吧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很厉害的 全能神鬼姑 他也没有死 是吧 又没有赖屎赖尿 那些 断手断脚的 也没有 他至少也要残废 我觉得 是吧 犯了这么重的罪 是吧 不接受全能神的福音 是吧 现在他没有事 他只是 全日在家里 跟我的生活 其实是没什么分别的 是吧 所以这个故事是差一点 怪不得 在湖北的共产党员 这么猖獗 周围 打击上帝的福音 是吧 不过 这里就有另外一个新闻 其实我也想 提及很久 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新闻 但是我想讲很久 因为他讲关于 Thread 汉凯仁留言 他说 吃完麦当劳 都不记得有全明星赛 他说赢入津赛的 那个Magic的球员 完全都不懂的 是不是没有什么看球呢 不过很难说 有时赢的那些 都不是正选 不知的 反而那些大牌的那些 就不会想参加 不过 这里有一篇文章 是基督教论坛报的 他就说如何用锤 为耶稣串闻 其实这个 这个headline 有很多句说话 我都不明白 他说什么 看看 让我分享一下 这样 有没有展示 他在表现 我想可能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 我其实是在表现 因为白色 黏底 因为是白色 所以他看不到那些字 那个headline 不过不要紧了 暂时 他的题目就是 因为我要表现 不然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说如何用锤 为耶稣串闻 我不知道什么是串闻 锤就是 什么是threads ok 我不知道台湾那些人 英文的pronunciation 如何由threads 去到怀 他说怀就怀 随便 他说 分享 广告 笔记 讨告 还有公告事项 这样 这个不是一个 特别的 文章 其实 因为 就是 就是这些基督教传媒 其实他很多时候就是会... 那一段时间流行什么 就是POP CULTURE流行什么 他那一段时间就说什么 但是其实他说的时候 他也不是十分理解的 纯粹是跟风和握视率 我觉得主要是骗赞 例如有一阵子说什么 我都不记得叫什么 元宇宙 很多基督教传媒出了很多篇文 讲元宇宙 甚至有些傻子搞元宇宙教会 丢本去搞 现在元宇宙完了去哪呢? 完了啦 还原宇宙玩完啦 直接是 对吧? 真是浪费了 真是原教会 对吧? 有一阵子流行AI 他又讲AI 在台湾的Flex 有一阵子最近 特别是他们大选 大选之后 Flex在台湾很兴旺 很多人用 其实台湾和香港的人 是用一些不同的东西 其实是 老饼一致都是用Facebook 包括我在内 其实Instagram 也不是很用的 台湾那些 很多人用LINE 很多人用Tinder 其实是 其实是 很受欢迎 Tinder在台湾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有些 不是真的 只是用炮友 有些人真的用Tinder去交友 真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 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用法 Flex 最近在台湾 可能他们要有一个平台 麻战 就搞到Flex 在台湾很兴旺 但是其实 我一向都很喜欢Flex 其实是 我一向都很喜欢Flex 因为 其实我不喜欢社交媒体 我觉得社交平台 那些人的留言 99.99%都是垃圾 还有那些人的行为是很差的 一般来说 我不知道 是很不同的 因为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正常的人 有些礼仪 你会认识的 例如 你会明白到 有些事情 你不是真的 你会说出口 例如 你去拜年 或者出街 你看到有个人 看不过眼的东西 不是为正义而发声那种 看不过眼的东西 而是一些很无聊的东西 例如衣服撞着 又或者有个女孩 你看到她的嘴唇上 好像有些毛毛 你不会走到别人面前去留言 你不会的 纯粹 你知道你做人 有个选择 你可以不出声 对吧 是一些很无谓的事情 但是在社交平台 是不同的 有很多人 他会觉得 心底里想到什么 他就会留言 我想有很多人 他就会觉得 我出这句说话 是很搞笑 我是会为 全人类的文明 带来一点欢乐 但是大部分人 其实都是没有幽默感 他以为自己在开一个地狱梗 但是他纯粹就是很垃圾 他人纯粹就是很粗糙 所以普遍来说 我是不喜欢社交平台 但是Flet 我很喜欢看 原因就是因为 有些人笑Flet 开始很多人 订阅 然后没有人用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这件事 就是因为Flet 没什么人用 所以我是很喜欢看的那些明星 但是你知道我听歌的品味 我是喜欢听Indie Band 一些不太出名的那些 不是明星 那些歌星 那些人 因为没有人用 他觉得在Flet 那里留言根本上没有人看 那我就留意到 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手 我喜欢的歌手 例如五月 吴文芳 那些 他经常在Flet 那里出闻 但是他在那里出闻 例如很多人追踪的Instagram 多些人追踪的Facebook 他不在那里出闻 他只是在Flet 那里出闻 因为他觉得在那里出闻 没有人会看到 他觉得在那里出闻 无论出闻 什么都没有人会理 没有人跟他联系 理论上好像有人看到 但是他又觉得在那里出闻 是安全很多 所以他觉得很舒服 然后很多我很喜欢的人 他很多东西只在Flet 那里出闻 然后他出的东西是很好笑 因为他那些人 他专闻在那里出闻 一些废话 一些废话 一些很垃圾的东西 但是一些很好笑的东西 所以我整整一下 变成了我很喜欢在那里看 我喜欢的人在那里说废话 所以我是挺喜欢的 我是喜欢看Flet 多过Instagram Facebook 和Twitter 喜欢多过那些 其实是 所以我是挺喜欢的 Anyway 因为他在那里说Flet 所以我好奇地看一看 但是好像我刚才说 他其实就是 因为他那段时间流行 所以基督教论坛报 他就有说一下 他访问 或者可能在第二天看到有人写文 就是说 美国某间浸讯会 就有一个 不知道哪个牧师 什么数据事工和科技部门 我想那间教会很大 不然他不可能是聘请一个库牧师 是专责负责这件事 他分得多小 我想是一间大教会 这个库牧师 他说Flet 其实是有潜力成为 会友和一个community 互动联系的 宝贵工具 他说可以在那里分享一些 港道笔记 土告的主题 以及一些教会的公告事项 那些 其实他这样说是任何社交媒体 都有那个功能的 其实是 但是 我也不觉得是特别有用 因为他说这些东西 其实他送电邮都可以 他只不过是在那里 如果有些人有追踪 他会容易找到 但是 其实用电邮 送出来都可以 这些东西 对不对 如果别人是 要别人有心追踪 才会看到 其实是 但是 这个其实不是 社交媒体的用途 因为 因为 不会 这些东西 是不会 传播到去 接触到 其他没有追踪 没有追踪你的人 都会看到 其实 应该是不行的 是吧 有追踪开才行的 应该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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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 他说 他有一些分析 他这篇文章 他说 这个 但是 Flat 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 但是 跟Instagram 还有一段距离 他就用Joe Austin 去说 他说 例如 很有钱 很大间教会 讲成功神学 整个 整个 明星 Joe Austin 他说 在Instagram 他有500万个粉丝 但是 在Flash里 他只有40多万 是吧 所以 其实 他还有一段距离 作为一个平台 而且 他说 用社交媒体 来传播 圣经的价值观 是有很多的挑战 不是 这个 我打个名字给你 Joe Joe Austin 这个 是吧 他说 他说 社交媒体 在全福音 扮演要角 是毋庸之疑的 但是 你要用他来传播 圣经的价值观 其实也有很多挑战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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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平台 他的资讯量很大 而且 又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时 会淡化 圣经的讯息 甚至 产生 误解 是吧 其实 社交媒体 是载具 是吧 跟你在里面 说 什么的价值观 是由你的内容 或者文字上的内容 去断定 不是由媒体本身去断定 其实是 是吧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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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些限制 例如用TikTok 难点 如果你是这么短 如果你是这么短的话 你怎么说 一个圣经的价值观 可能会有些 这些限制 但是我相信 最主要的限制 始终都是你 说什么 例如 如果你用Joe Austin 来做例子 我相信 无论他是在社交媒体 又或者在电视机 又或者在Radio 又或者在书里面 无论什么媒介 但是 他说的东西 都是淡化圣经讯息 如果是他说的话 是吧 是吧 这是关于人的事 不关于媒体的事 他最会淡化圣经讯息 是那个人 不是那个媒体 虽然也有一些影响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 但是最主要是那个人 你说成功神学的话 那你当然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你要说那些东西 对不对 而且他说 那个社交媒体 经常会有一些 宣言宣语 以及一些激烈的辩论 他说这些 就不是圣经所鼓励的 爱和尊重 是吧 其实没有什么 我都罵了那些人 我很支持 是罵人的 其实是 因为太多 低b的东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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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都不是很与别人联系的 有时候有很多人留言 是因为很多低B的留言 我是没有看的 我相信有很多正常的留言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留言很正常 他都不会回我 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的 其实是 我讲电影的频道 其实只有一个人的留言 我是长期有 每一次我看到我都会回 唯一一个就是有一个人 他每一次留言 他都只是打Thanks 就这样 T-H-X 他每一次的留言 只是那一句 就这样Thanks 我又Thanks回他 或者是一个很友好的回复 一个很友好的交流 只有那个 我每一次都会回 其他我都懒得回 有很多留言其实是正常的 但是也有很多 我懒得理他 也有很多 是吧 但是唯一一个 如果他只是说Thanks 我就说Thanks 因为容易 那些是 是吧 OK 这个就讲完了 这个题目 另外 现在就是二月中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我想你可能没有听过 我想你没有听过 有一间教会 看看先 在美国的 叫James River Church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是一间出名的教会 他每个星期 就大约有 根据 根据 遗基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遗基就说 他每个星期 有两万人 参加他的聚会 所以是一间大教会 那 他这间教会 他出名是什么呢? 他其中一样 就是他每一年的二月 不是 四月 四月 每一年的四月 他都会搞一个大型聚会 那他这个大型聚会 就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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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Stronger Men's Conference 有没有听过 那就是你看 这个不是别人 别人 这个是他自己的网站 这个是他自己的网站 Stronger Men's Conference OK? 即是他即将在两个月后 就是举行的 他每年都会搞的 他之前已经搞过 就好像很精彩 他请了一些很厉害的港元 这样 然后你看他的宣传品 就是万人聚会 很多人 有人打Football 打Football就是man 你听见到有车 咦? 为什么有电单车? 这究竟是什么? 我们看看他们的宣传品 这个是他自己教会的频道 我免得开声 因为他们的音乐很吵 但是你看到他的成会 很多男人参加 带儿子参加 也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他在聚会里面是这样的 为什么无端端有人在上面滑下来 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他聚会的内容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他无端端游绳 为什么要喷火呢? 担Football 吃Burger 这个就是 他们最出名的是 去年 有一个聚会 他们直接开了一辆坦克车 在坦克车里面的人 是拿着枪 你看看 拿着几关枪 这些赔令晚会 你看看 你看看 对吧 他又有些 猫端端 那些东西 这个是他聚会 聚会内容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你的灵命有没有得到复苏? 吧 哈哈哈 哇 坦克车呢 有没有觉得自己充滑了 那?" 所以你看看 他自己的宣传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 有 någon 这些电单车特技等等 他也有展示坦克车的一幕 他这个聚会究竟是做什么呢? 他有提的 他在哪里写呢?我记得他有写的 他说是要empower和 这里 他说这个conference 是要empower和motivate 去motivate那些男性 去活出 上帝 心意里面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怎样 在生活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 be the best husband, father and leaders 所以他就搞这个聚会 就是鼓励 以及 教导 那些 弟兄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这样 我就觉得 认真说 其实他那些聚会他想搞什么都ok的 有很多聚会都很垃圾的 就是那些玩那些什么 长短脚啊 在聚会里面生儿子 那些这样都有 是吧 就是那些很没内容的聚会都可以有的 经常有的 又或者是那些什么 灵恩牌云奖 那些这样 是吧 这个世界上是存在很多 我觉得 很无谓的 属灵聚会的 其实是 这个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 他 其实他是 传播着 一个的perspective 就是他 自己 认为 上帝 心意里面的男人是怎么样 是吧 然后 就是这个聚会的搞手 他就透过这个聚会 去告诉其他人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就觉得 首先 你要这个聚会是有意思的 首先 要你 对于 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怎么样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觉得是这样 是吧 我没有兴趣 就是 跟你说 圣经 就是说 作为一个男人是怎么样 但是我只是想指出一件事 就是如果 合神心意的男人是 这些东西 这样 我觉得耶稣就是一个那形 我唯一只可以这样说 他百分百是一个那形 如果这些这样叫做man OK 那耶稣就是一个woman 肯定 他就很不man OK 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 他就 例如在圣经里面 你怎么都要加一两个chapter 有几章 是吧 就是要 例如 耶稣 他去接受 那个 施洗药汉的洗礼之后 是吧 他一出来 然后 有只白鸡飞下来 天开了 有姓光对他说话 你是我的姓子 然后他一出 那个约弹河 又或者在那些水里走出来的时候 他首先就是要跟 赤洗药汉 过两招 是吧 在众人面前 是吧 就是露两手功夫 是吧 然后他修门徒的时候 你又要教一下 例如他们 不是说要你攻击人 是吧 因为耶稣 他是 柔和谦卑 但是 你起码要懂得保护自己 是不是有必要教他们两手 就是那些 是吧 就是 三十六路 大琴拿 七十二路小琴拿 以及 例如那些铁档工 是吧 就是那些金钟罩的内工 就是别人砍你的时候 就是你不会受伤 起码 是吧 就是 完全没有那些 是吧 他反过来就有 是吧 叫人收回刀 就是那些就有 是吧 那你怎么可能是 就是你看圣经 然后 说要学校耶稣 说你要做一个 神眼中的男人应该是怎样 就是你告诉我 你看完圣经之后 你觉得 做男人应该是这些 是吧 就是应该 你要听rock music 是吧 你要听rock music 然后你要听metal 然后你要坐那个 你的坦克车 对不对 是吧 跟着 两支机关枪在那边吟 就是 跟我 看到了解的 差很远 你都不需要 很仔细 很细 地 谌论这些东西 整个感觉根本是南沿北撤 是完全反转的,根本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他纯粹不对 但是那些人很喜欢 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些不对的东西很多时候很受欢迎 那些人会很喜欢 这是完全不奇怪的 在我心目中 在教会里面 真正的男人 通常是怎样的呢? 合神心意的男人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不是讲圣经 但是从生活体验里面 那我们就讲一下我有一些怎样的观察 好吗?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晚晓天Live的直播节目 刚才有一位的听众就是求歌名 刚才那首就是Bobo的野种子 我先打给他 好听啊,我喜欢这首歌 我在哪里听回来的呢? 在那个有Staffy做的那首歌叫什么? 转身破冰那首歌呢? 我觉得TVB交剧叫什么呢? 好像什么自由式 戀爱自由式 什么自由式 你自己去搜索一下 那首歌的主角有陈文桓 有Staffy 那首歌是出奇地很好看的 现在很多人说回来的那首歌 是说他里面一些很交的情节 就是用一些很垃圾的CG特技 去说什么破冰转身 就是游泳的那些绝招 是很交的 就是那些位置 但是那一部戏是很好看的 那一部戏是很好看的 那个陈文桓很漂亮 就是在那一部戏里面 他首先很漂亮 竟然很漂亮 Staffy也很过瘾 在里面 就是她做一个配角的角色 但是也很过瘾 就是连那个Theresa也很过瘾 在那一部戏里面 还有艾威 好像是邓瑞文 好像艾威和邓瑞文 他们两个都很好看 所以在那一部戏里面 那个男主角也有 那个男主角也不行 但是其他角色 有很多角色是很好看的 那一部戏很过瘾 我很享受 刚才有位听众 就是说想call in 所以就不要说我想说的话题 那就是接了这位听众的电话先 OK 喂,hello,这位听众 喂,hello hello,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你说有啊 听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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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听众怎么称呼啊 我又不记得了你的名字 阿飞 阿飞 你好 刚才阿飞他留言说想call in 那他说已经是第三次call in 但是我完全不记得头那两次他打来说什么 很正常 每年call一次 哦,是吗 是吗 那你今次call in是什么事啊 纯粹call in一下 买年还是什么 是公祝 烤天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哦,多谢,多谢 我都祝你身体健康 是吧 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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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发财好像二个立粉 是啊 正二 立粉二个发财 是啊 是啊 那怎样啊 真是纯粹拜一年那样啊 不止的 第一次我call你 是说跟你分享回流嘛 回流 即是你现在在香港 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在香港 你现在在香港 即是你是回流回到香港 是啊 两年前开始回流 年多前 差不多两年前 接着第二次call就说 分享在外国教会的一些什么见证 即是他们expect 分享的时候 要有些泪水啊 哦,是啊 是啊 对啊 那你今次想分享些什么呢 我刚刚又在澳洲回来 见回一些朋友 发觉原来在外面生活 有些坚持回流 即是我在外面 即是 受不了 就回香港做事 那有些就 说都 都 都辛苦了 怎样辛苦啊 即是在澳洲那些很辛苦 是啊 譬如有些人 駕駛的士啊 做清潔啊 这样就 令到身体又差了 那个精神又 就 就 很劳選啊 嗯 有些 家庭压力啊 心理压力啊 那 有些 有些 估不到 是这么 呃 即是以为买一间房子要很正啊 我黑天好像是不是住 住unit 还是屋 还是什么 我有些朋友买一间房子 有花园啊 花花草草照顾 以为很正啊 原来他告诉我 每天要花一个多钟去照顾这些花花草草 哦 这么辛苦啊 听到我想哭啊 真的 是啊 我听到也想哭 有点 嗯 有点 太大家庭很难照顾啊 是啊 是啊 有老鼠、甴甴啊 还有 还有 我弄了一条软件给他,他说老鼠进了屋 他找那些专人去给他计划 老鼠进屋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用,不要落毒 因为毒死了,那些老鼠就一二角病了,就会臭 建议他用这个老鼠笼 那他的朋友问我,老鼠笼捉到那些老鼠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敲签信号有没有办法呢? 有没有办法呢?就是你认真问的? 认真问的,我有个标准答案的 是不是捉了野兽动物,有些类似鱼龙署的东西可以接触呢? 澳洲没有 自己搞定吗? 自己搞定的 是不是放生了?我不知道 放生了是不是放进自己的家屋里? 当然放软一点 就是扔他去树林那些 寄给敲天 不知道是否会犯法 香港可能会犯法,就绿死他 啊?这样很残酷啊 不是怎么办 很残酷啊 他应该问有常识的人 他不应该问你 是啊,我有超级常识 他不应该问你 那不是普通常识 那不是普通常识 那是超级常识 那不是普通常识 那是超级常识 但是我觉得他 但是没有人监控他住房子而已 为什么要住房子呢? 其实很多香港人 根本上就是没有住房子的经验 但是住房子就是这样 你要照顾整个房子 澳洲多不多落雪? 如果落雪的话 也有很多准备的功夫 又要记得山水喉 如果不是水喉会爆 到冬天 一定是要照顾那家屋的 好像你买了一辆车 你就一定要养车 要照顾那辆车 那你买了一家屋 你就要照顾那家屋 这个很普通的 这个是正常的 你不想照顾那家屋 那你就租吧 如果你不想租 你是想有自己的物业 那就不应该住房子 例如住房子 住房子 那些这样 绝对同意 但是作为一个 从小在香港长大的人 那你也想住房子 那他现在就试到了 他现在就试到了 他现在就试到了 你一定是要这样的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是 一个男人取了儿 想不到 你可能已经是 有些男生 他整个小生 他都只懂得自己搞定 他无论如何 都想谈恋爱 都想娶老婆 回来试试究竟是怎样的 你娶了他回来 你就要照顾他 当然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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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娶了他回来 或者就是 买了一间屋 回来 你就让他自生自灭 这样的 对吧 更加坦情的地方 他在香港 和我背景差不多以前有工人姐姐在香港 谁知道一去到那边,自己要做奔佬 sorry,自己要做工人 工人什么呢? 工人,自己要做奔佬 还要照顾后院,老鼠、蟑螂 照顾家人 一吐气 老婆去一番工 这样不需要一吐气 因为这些是责任 例如你不可以说 家里煮完食物要洗碗 洗碗的时候一吐气 没有人会这样 你不应该这样想 他根本上就是 因为这些后院 那些是家务 就是家务的一部分 你的房子大了 那就多了家务 不是他做,难道他老婆做吗? 一个爱爱爱爱老婆的人都想自己 做一些事 当大家担泥、捉老鼠都应该是他负责 如果他接受不了的话,他应该找地方搬,不适合他 还有很多外国人是享受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是没有适应,有很多人是享受做这些事情 他觉得处理了后院,或者他家里捕捉到老鼠,解决了一个难题 他觉得有成就感,有些人是会有成就感 我就未必会,但是如果家里有些东西坏了,然后我弄得好它 是我处理到的,我也会觉得有点成就感 当然我不是住房子,但是我是有那个常识的 我是明白到,你买了房子回来,如果你是住房子,你就多很多东西要做 你不只是自己要做,还有有些东西坏了,你也要付钱去维修 那些钱一定要拿出来的,有额外支出的 无论是时间和金钱都要的,还有功夫 你做人都要有常识 我听你这么说,你个朋友的人很废 首先他没有了姐姐帮忙,他就生活不了 生活得很辛苦一点 这是很典型的港男 大家就这么说,我跟他说,大家就这么说 还有另一个苦处就是 分老做得不好,他会被人骂 怎样被人骂?就是被他雇主骂?被老婆骂? 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自己也身受其害 洗碗也洗不干净,你会听到有些留言 好像你交功课给老师,老师会给你一只黑鱼仔 谁骂他?老婆骂? 是呀,我在我身上发生过,他没有告诉我 那洗干净一点 这些不是他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他老婆不是说要回复昔日洪风 不是说要他增加持久力 不是一些他做不到的 不是要他高几寸 不是要他做一些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是要他做一些他做到的事情 是吧? 你刚才说的两个例子 什么增加洪风,什么长几寸 好像还容易把碗碟洗得更干净 那些你可以尋求专业的协助 而且你是一个投资 你把碗洗得更干净 你只能拜托你的主人 那又不是 这个他也可以尋求专业协助 就请个工人回来 还有洗碗铁机 还有洗碗铁机 有时候有时候洗碗铁机 比人手更加差 他买个新的 而且你也要洗碗铁机 你不是骗骗地扔下去的 你也要洗碗铁机 有一个基本的 去到一些油理你才放下去的 是 所以 其实这些 其实做人在生活上不能够太废 其实是 我想你的朋友 我想很多人也是 以前在香港 找开很多钱 他就focus 找钱 然后他找到那些钱 例如 他有个资源 去请个工人 帮到他生活上的东西 令到他生活上很废 所以现在他学习自己做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其实不是他看得这么灰 做人应该在生活上自己做到一些东西 其实是 你个人应该这么废 是的 其实是 好 那我转述给我的朋友 其实 他的经验 也有部分 都在我自己身上 哦 不是 你任何人都应该懂得洗碗的 其实是 是的 有时 如果 你的主人在旁边 叫你 不要开这么大的水口 洗水 哦 不是 这个 其实也牵涉一点 他和他老婆之间的关系 是吧 例如 我正在洗碗的时候 例如 老婆要我洗碗 然后 他在旁边 在那儿 那样 我会推开他 他说 你死开 但是 他和他老婆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好到可以开这些玩笑 是吧 这个就人人不同了 是吧 要他自己 衡量 就是 你不可以 老婆在那儿 牛层层层层 你死开 你去看 ViuTV 是吧 但是有些人 如果一这样说完 老婆变成了发烂 变成了吵架 那就不行 是吧 这个就人人的situation不同了 是呀 很难忍的 是吧 那他也要搞好他和他老婆之间的关系 是吧 这个就另一笔 这个就 是呀 其实有很多笔 有很多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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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这些呢 就是他和他老婆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 关那个地方事 是吧 例如如果可能在香港 这个关系都未必是特别好的 但是大家都忙要上班 又或者是在财政上 大家可以有一个平衡 大家都觉得舒服的 那些关系怎样 不要理他 总之财政生活上舒适 那就算了 但是其实不代表没有那个问题 是吧 但是就是 现在就好像 好像凸显了 有一个问题 是 但是 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差的 就是 我觉得不是那么差的 就是他 就是 就是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 就是 就是 学一下做那些东西 其实是没坏的 学一下怎么捉老鼠 学一下怎么 学一下自己 花园 那些 是吧 做这个专业的司机 家庭司机 那好吧 其实他有车有楼 因为我 我明白 有些东西是很主观的 他当事人觉得很难受就是难受 就是难受 例如如果他是我的朋友 他跟我在说这些东西 我不会当面的跟他说 其实你很好 我一定是不会这样说 但是 其实我心底里是会觉得 差不多是没有东西找人来测 就是 啊 其实刚才那些故事 就是我和他的混合体 就是有些是 他洗碗的 那是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 我被人在旁边监工 监工 监工 是不行的 就是如果 如果是你自己的故事 你可以推开它 你去看电视吧 是吧 浪费你的时间 反正你在那里看 不如你去洗吧 我去打阵机 要不就是 你这样说 我帮你洗碗 就是想你多些时间玩一下 就是给你多些时间 你去看电视 享受一下 有你的时间 多些你的时间 是吧 我在那里洗碗 你又在那里看 很浪费时间 是吧 起码我在做家务的时候 我想你去享受 你就去享受 就是你这样说 你这个 你这个 可以做这个家庭辅导 这些基本的技术 基本的技术 而且你真的可以这样想的 你可以真的这样想的 我帮你做 我帮老婆做家务 就是想她 享受她的时间多些 是吧 那你促成那件事 为什么不 是吧 是吧 你当是想她 你当是想她 但是她没有享受的时候 你又要说她 我做这件事 是为你 如果 如果你站在那里看的话 那不如你洗了 我去享受了 那就 好吧 其实 很多 除了烤天 一个好男人之外 这些普通的 衰男人 洗碗的原因 就是不想再 听到 受折磨的说话 怎么受折磨的 我宁愿身体 会闷的 啊 突然闷的 什么 刚才吃完饭 又不洗碗 哦 那很简单 那就去洗 就是了 就是了 那就宁愿去洗 就是了 就是了 那就对了 那就去洗 但是 你这个人 你不需要这么老实的 就是你不可以 你不需要 洗碗 他在旁边看 然后 你说 我洗是因为 怕你闷了 是吧 我已经算是 洗得很彻底的 就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把心里面那句都这样说出来 就是你可以 可以调教一下自己的 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调教一下 想法 就是我现在 帮老婆洗碗 不用她洗 让她多些时间去玩 那她就应该去玩 就是这样是一个 最正面的想法 又或者 就算你心里面 不是这么想 你的口都可以 这样说出来 是吧 为了就是 灑走它 就是自己 可以安静一点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是吧 浩天 应老实是老实 应圆滑是圆滑 是啊 是啊 但是这个也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都回了香港了 是不是 我 时不时都要回去了 你不是住实在香港的吗 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以为你是 就是 因为你说回流 很多人说回流 就是 逆生回流 你说什么 什么 时不时要回去 什么 我一个人回流 时不时要回去 为了工作 还是什么 全时间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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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回去 太空人 太空人 OK 是啊 所以你老婆还在澳洲 真的 是啊 哦 哦 好像不是很好 有好又不好 我不行的 我觉得不行的 我不可以为了钱分开的 我不可以的 不可以为了钱 但是你为了生活 就要这样 不是的 我觉得怎么都能生活到的 其实 我觉得怎么都能生活到的 其实 如果说生活 其实 我的状况 其实是 比很多人 其实是 真的 如果 是说学历 我说的 因为我的学历 是完全没有用的 其实是 我没有 试过找一份工 因为 我是 读到 碩士毕业 然后 博士又读了几年 我从来 是 不可以 在 CV 那里 首先 你读过博士 然后没有读完 就已经是 好像 有些东西 你会 给你 你是一个 quitter 首先 不是一个好的状况 甚至乎 其实 碩士也没有帮助 因为 我的学历 完全没有用 你读宗教 有差用吗 我又不是做 目的 所以 那些我根本上 不会写的 我只是写我 学士毕业 很多年前 但是 问题是 我学士毕业 因为我学士是 宗教 所以 我读什么 我又不会写的 除非他问 我就说我以前 读宗教 我都不会说 我读 这样是更加狹窄 我会说 我学士毕业 学士毕业 又很难解释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我没有上班 所以 其实 我比起很多其他人 我的工作经验 其实是少的 是我一个 这么废的背景的人 就是靠着运气 其实是 我一直以来 我找工作都OK 所以我很相信 是旋刀橋 自然直 就是人是不死的 那天 其实 我本来住在加拿大的 那我回香港 娶老婆 那时候 我回去之前 我就已经想定 去到哪个日子 我就回去 就是我未找到工作 我都会回去 但是我很幸运 我找到 但是找到一份 其实我不喜欢 那份工作 是OK 但是性质 我不喜欢 所以 我又想着 去到某一个日子 我都未找到 新工作 那份工作 其实我都不做 那我后来 我又找到一份 挺好的工作 所以 很多事情 都没有计划过 但是最后 都会 somehow work out 所以 所以我不悲观 我很多事情 其实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 我都觉得 我很好 運 但是 我觉得 其他人都不需要 太过 悲观 遲早 都要 过回去 遲早 都要过回去 是啊 是啊 因为 很多 问题 很多问题 就是 和老婆 不是 香港 香港 那个 pull factor 少了 那个pull factor 会大弱 哦 OK 那 不然而遇 那 啊 那你迟早 都要回去 是啊 是啊 嗯 其实 你怎么也要回去 你老婆在那边 是吧 嗯 或者是你想着整个长流在香港 那你当初就不用走啦 好像赚搞那样 是吧 不是 我回来是学洗碗嘛 练到一身好武功的时候 那些洗碗 技术好了 我就会回去的 就是好像上少林子中 讲笑 始终 面对现实 洗碗不用技巧的 就是多加些洗洁精 就是花多些 花多些时间而已 这个就是 是不是 还有用热水 是的 热水 是啊 热水 是啊 好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朋友 是不是全部都是你来的 还是你真的有个朋友的 还是你其实没有朋友的 我有 有 有朋友的 有的 哦 你有朋友 你有朋友的 是否要澄清那样 起码我没有那么富贵 没有那么富贵 有间屋去 去消磨那些时间先 那所以你是住house 我不是unit 就是这些apartment 哦 你住apartment 你的apartment少很多东西 烦 都很多东西烦 吸塵都是一个 都要十多分钟 哦 那吸塵 又 在香港 这个吸塵 就是 姐姐吸 哦 哦 我不行的 因为我家里 不能多住一个人 因为我很恨人 入我家里 住一个人 就更加不行 所以我是很习惯 没有 没有姐姐 但是我都不是一个 很做 我不是一个很做家务的人 夫人她很好的 她做很多家务 很多东西我不做 她就做了 其实 我是不用做的 但是其实那些东西 我是懂得做的 因为我是有一段长时间 我是自己生活的 所以其实 我是会 收拾屋 我的东西 是会干净的 那种人来的 其实是 只不过我是懒得做 不喜欢做的 但是那些东西 我是懂的 其实 懂不过很少做 是啊 我是懂得自己煮食 我是懂得自己洗活 我自己生活 我会 你之前有没有自己生活过 有啊 现在都是 在香港自己生活 不是 就是之前 我意思是 就是 就是 你移民去澳洲之前 有啊 哦 那你也懂得做 那些东西 你有自己生活过 是的 不过 就是 那些水平 比如我的合格是C 有些人可能要B 他又要求高 这样 是吧 水准水平 水平一样 哦 我觉得你推开他 我觉得你耍走他 就好很多 其实是 好 你不应该搞得像监工 那样 下次你用我的招 你说 我帮你做 我想你享受 那些时间 是吧 我觉得可以的 我觉得 不会这么没礼貌 我不喜欢看电视 我喜欢看着你 我不相信你老婆 会这样 这样太过分了 欺人太甚 我试一试 虽然我也觉得 在很多方面 觉得欺人太甚 哈哈 你很多不满 对于你老婆 是的 所以我现在的声音 其实不是我自己 我是调了的 是吗 那你可以 还有些 你觉得不满的东西 说够了 暂时 下次 下次call的时候 我再什么 哦 如果主要是这些 那么好小事 这些 算是小事 就是不是一些 解决不了的东西 不是一些解决不了的东西 不是所有东西都解决到的吗 很多东西都解决不了的 就是你说他 他对你已经没有feel 那么这些 就没有解决的了 咦 咦 如果feel是negative呢 如果feel是negative 是啊 这样啊 那就难搞 怎么去到negative 你是负数 不是零 哈哈哈 是啊 已经变了憎恨了 已经是 嗯 嗯 不 如果说feel 这么虚无缥缥 那就难解决了 那就是真的 这个不是洗不洗碗的问题 那就是 是吧 嗯 好啊 那 很灰的样子 现在是谈到 哈哈哈 是吧 很灰的样子 咦 真的 我都不知道可以帮你怎么搞 因为那些男女的东西 我没说我是 不是 烤天狗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能找个 烤天狗解决不了的 可能你解决不了的 不是啊 可能是夫人解决不了的 下次夫人应该在那里 你打进来 打进来跟她谈 就是你问她 就是 跟那个老婆的关系怎么样 怎样可以 就是等她呢 就是从 你老婆的角度 告诉你 应该怎样 因为你又不可以问你老婆 就是不可以问你老婆 我应该怎样哄你 是吧 一听就立刻生气了 是吧 是吧 一问就立刻反而生气了 是吧 那也要问 阿夫人 但是就是你 阿夫人可能放到 是吧 但是她有一招很拙杀的 一招肯定很行 很厉害 就是 她有很多姐妹 她有很多姐妹 你夫人有很多姐妹 啊 是啊 是啊 很多姐妹 很多姐妹 怎样啊 很多姐妹是 可以 问 是吧 哦 她解决不了她 她都可以 还问她的姐妹 哦 但是也不是 我觉得 在阿夫人 那里 很多时候 其实她 是 思想最成熟的人 已经是 我肯定她在你旁边 不是啊 她去她妹妹那里吃饭 哈哈 最成熟那个 是啊 你下次打来问她 找晚友她在那里 好啊 好啊 是 可能可以拯救你那个婚姻 朋友 朋友 拯救你朋友的婚姻 是的 不过你的朋友就是你了 是不是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啊 哈哈 朋友就是朋友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没事啊 你没事 OK 好吧 我生活很腐重 多谢你了 OK 好 那就下次再谈了 下次再谈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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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多谢阿飞 她的call in 希望不要她下年再call in 因为她说一年call一次嘛 那就不要希望她下年再call你的时候 已经是发生了悲剧了 是吧 但你永远知道 好 时间都晚了 本来想说的话题就不说 留下一次吧 也不是有什么逼切性的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